1932年 四岁的梁培树离开了北平 跟着母亲和哥哥来到了山东中部的一个小县城 邹平县 投奔父亲梁树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当时的邹平县城 也就是差不多 有个有几家铺子 有几家铺子 一个小学 邹平的生活是简单而轻苦的 但是在梁培树的记忆中 邹平与北平并没有太多的区别 对于小孩来说 根本意识不到生活环境的变化 那种的农村是比较苦啊 都没有这个想法 大概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的中国人 在梁培树的城市 对于不像现在这样 对人的吸引力很大 在梁培树的眼中 城市与乡村是一样的 但是对于他的父亲梁树明来说 中国的农村 承载的却是中国的未来与希望 在他们母子去邹平之前 这个位于山东中部的小县城 早已经因为他的父亲 而声名远波 梁树明这个名字 被人们所熟知 最早是在五四时期 那时 刚刚二十四岁的梁树明 因为一篇研究佛学的心得 受到了蔡元培的关注 随即 他被聘为北京大学的特约讲师 专讲印度哲学 当然那时候的事情 现在都不能重复 也不能 也不是绝对的 现在我看 也有个别人 没有高文凭 也能够上大学教授去 没有 是少 是少 从那时期 梁树明就与陈独秀 胡适等人 一起站在了北大的讲台上 当时的北大 是中国思想文化的前沿 人才济济 就是在这里 梁树明 这个没有上过大学 更没有喝过羊墨水的年轻人 因其对东方文化的独到见解 而受到人们的关注 与胡适等人 屈心屈膝的思想不同 天性率直的梁树明 更推崇东方哲学 儒家文化 我此来 除替世家 孔子发挥外 更不做旁的事 这是他在开讲印度哲学的第一天 对学生们说的话 后来 梁树明 甚至还与胡适唱起了对台戏 举办了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的系列讲演 学生们都睁着来听 看他是如何为孔子 世家做辩护的 当时的学风吧 当时的学风就是 一个是国家大使 一个是人生哲学 这个最能够吸引当时的大学生 所以那个时候 听他和胡适讲课的人最多 然而 就在众人以为梁树明 会沉醉在痴心于此的佛教 和命定于此的儒家的时候 他却做出了一个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决定 辞去北大的职务 他想要做的事 不是站在讲堂上 是需要离开学校 由于想法还不成熟 最初的尝试 都以失败而告终 1927年 梁树明南夏 来到了南京郊区的 一个小山村 在这里 他见到了仰慕已久的陶行之 此时 陶行之正在这个 名为小庄的地方 进行他的乡村教育实验 一番畅谈之后 梁树明豁然开朗 中国的人口 大部分集中在农村 只有替农村 寻求到新的生命 才能为中国找到新的出路 一个乡村建设的想法 开始在他的心中酝酿 随后梁树明又参观了 昆山的乡村改进会 河北定县的平教会实验区 及山西村镇 他的相见的想法也日益成熟 1931年 年近不惑的梁树明 来到山东周平 成立乡村建设学院 开始走上自己的 为往盛武技绝学 为万事开太平的 村志志愿 乡村建设运动 被人普遍地误解了 误解成建设乡村的运动 但是他真正的目的 不是要从经济上 文化上提高农村 而是要从这里培养 中国农民新的政治习惯 1937年 抗日战争爆发 偌大的中国 已经没有任何地方 可以放得下一张书桌了 迫不得已 梁树明放弃了村志的理想 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 毅然决然地 投入到了民族抗争的洪流之中 1937年8月的一天 刚刚探望过老友蒋百里 梁树明便离开了上海 返回邹平 火车行驶到半路 便被通知说 该车已经被军方紧急征用 听到此 刚刚走到纪宁 一封突如其来的电报 再次改变了他的行程 国民政府 请他诉到南京 参加国防参议会 看着任人爆发呢 他就更明确地 多了一个任务 就是要参加 如何抗战的这个工作 当时的国民政府 就是蒋介石的国民政府 在南京就成立了两个会 一个会呢就是国防参议会 就是所有的高级将领都出席这个会 另外还有一个参议会 这个国防参议会 这个参议会就是非军人 我父亲啊 还有燕阳初啊 这个其他的社会名流 他们也在这里 在抗战初期 随着国民军队防线的节节西退 越来越多的人 财 物都迁移到了西南后方 此时 梁树鸣已经来到了四川 一天早晨 一条国民政府将迁都重庆的新闻 让他心生愤慨 你们向西 我向东 此后不久 梁树鸣便和二十几名学生 一起赶赴敌后游击区 他原来是想 我在这个地方可以 吃定心玩的意思吧 是吧 那么我在这里 跟大家一起 你们不必慌乱 我可以给你们一些 比如说对局势的分析啊 有些教育啊 鼓舞大家的心情啊什么的 可以做这个工作 但是后来 这个环境 当时战争环境下 都不允许做这种事情 相反的 他倒看出来呢 国共两党越来越不相容 那么他发现 他真正需要做的工作是 粗成团结 虽然在游击区 没有起到预想的作用 但是 在整整八个月的时间里 他们走访了 抗战前线的六个省份 沿途做了大量的 宣传动员工作 另外呢 他又给自己找了 两个工作 第一个工作就是 当时有许多农民 要争取当兵 争取当兵呢 但是这个 很受苦 很受苦 他就想要 一方面要把这个 合格的青年人 输送到军队里去打仗 同时又要不要伤害农民 他就给自己这样一个任务 再一个更大的任务就是 当时共产党和国民党 已经开始互相冲突 最有名的事件 就是西子军事变 那么他就看到这个问题 中国人一方面打日本人 一方面又自己打 这能行吗 当然不行 必须自己不打 一致对外 从敌后游击区返回 梁树明就在国民参议会上 向国共双方指出了 党派问题的尖锐 此时的他 已深深地感到 以一己之力 调和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 实属困难 于是 他与黄炎培等人商量 决定成立一个组织 用第三方面的力量 来调节两党的纷争 不久之后 统一建国统治会 在重庆成立 统一建国会成立之后 不到一年吧 差不多一年 他觉得这个机构呢 还不行 他的同朋友们也觉得不行 于是又改成 民主同盟 就是现在的民主 这个民主同盟呢 就更是一个 按照他的想法 是一个 是一个 绝对中立的 绝对中立的 不站在国民党一面 不站在 共产党一面 我站在中间 谁不认真抗战 我就批评谁 谁搞内战 我就批评 他给自己和他的朋友们 成立了这个 民主同盟的 最终 最初的目的 就是这样一个目的 他就说 你们两个党 都有自己的地盘 都有自己的军队 我们这些 没有军队 没有地盘的人 也要说话 我单独一个人说话 你们可以不听 我们 所有这样的人 组成一个团体 你们就得听 这个是他成立 民主同盟的 本意 经过了八年的 浴血奋战 1945年 抗战胜利 此时 身在广西八部镇的 梁树民 欣喜之欲 首先想到的是 中国将向何处去 在他看来 如果能以民族 人民的利益为重 和平解决 将是最好的结局 于是 他又开始 在国共两党之间奔走 1945年10月 国共两党 共同签署会议纪要 史称 双十协定 三个月后 政治协商会议召开 五个党派的代表 齐聚重庆 共同商讨和平建国方案 人们仿佛看到了 民主建国的曙光 1945年10月 毛泽东去了重庆 那么他 不知道 在广西不知道 具体情况如何 只是觉得 既然毛泽东 能够去重庆 在重庆一住 十几二十天 好像是 谈得不错 所以他就想 也许中国 今后不需要我 搞政治 我要回去写东西了 重庆政协会议闭幕不久 梁树明就在报纸上发表了 八年努力宣告结束一文 向社会表明星际 然而 当他从广西回到重庆之后 却发现 事情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简单 一新以家国天下为己任的梁树明 再次开始了在延安和重庆之间的奔波 1946年3月 他以民盟秘书长的身份来到了延安 参与国共和谈 他希望能够与毛泽东达成共识 那个时候的共产党的目标 已经是如何一步一步的走向最后胜利 这个时候他对于朋友的要求就不一样了 所以那个时候毛泽东对他说过一句话 1946年说过 梁先生你是中间偏左的 希望你今后继续中间偏左 就是说 我看你是这样一个立场的人 希望你就是这个立场 那我们就是继续是朋友 但是在我不信心里头是没有这个东西的 他可以哪一件事情 共产党做得对 他就肯定共产党的这个对 但是你要让我就是站在你这一边 那就变成一个固定的东西了 一个固定它是没有的 1946年他说了一大番话之后 毛泽东一言不发 所有政治局的人 除了朱德和任比实 各说一句话 别人都不说 当时政治斗争的复杂性 已经远远超过了梁树明的想象 1946年5月 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浦 文一多相继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在记者会上 身为民盟秘书长的梁树明愤然地说 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 我要看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完 有第三颗子弹吗 我在这里等着他 随后他就冒着吃第三颗子弹的危险 奔赴昆明调查李文采案 那么他去昆明调查这个案子的时候 本来别人说 他是秘书长应该可以不去 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然后说罗隆基去吧 后来别人说不行 罗隆基去就回不来了 意思就是罗隆基去 特务就要干到他 你去国民党还不敢干 不敢暗杀你 他就去 五个月后的一个深夜 梁树明离开民盟总部兰家庄 匆匆赶往南京 此时国共和谈 已经陷入僵局 梁树明希望 能够借助民盟的力量进行斡旋 然而第二天凌晨 刚到南京下官车站 梁树明就从报纸上 看到了国民党军 攻占解放区重镇张家口的消息 秋日的凉意 顿时穿透了他的脊梁 他感慨地说 一觉醒来 和平已经死了 蒋介石明明知道 因为周恩来公开说了 公开说了 如果你没有拿下张家口 我们就不谈了 一定不谈了 就是当时的这个 还没有最后决裂 就是军事停战这个谈判 美国人 马歇尔的那个 作为调停人 那个谈判 还在进行着 艰难地维持着 不能说进行 艰难地维持着 而周恩来已经警告了 你拿张家口 我们就不谈了 真的不谈 可是蒋介石呢 正是不相谈了 他就是决定 我一拿下张家口 以这个为标志 召开我的国民代表大会 完成我政治上的 一党专政吧 就是因为你开国民大会 下一步就是组织政府 就是去掉了联合政府 所以当然就是和平斯 1946年10月 内战全面爆发 看到战火将再次燃烧 而无能为力的梁树民 内心充满了常人 所不能理解的痛苦 第二年底 他决然地辞去了 民盟秘书长的职务 来到重庆北辈 创办缅人文学院 教书育人 潜心研究学问 1966年 是新中国成立的 第16个年头 文化大革命 正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 这时的梁树民 已经是73岁的高龄老人 此时 他一把主要的精力 都放在了撰写 《人心与人生》上 这本书 他已经酝酿了40年 一天 他正在服案工作 突然 一阵敲门声 打断了他的思路 上午11点左右 红卫兵拍门 进来就说我们是破四旧的 没说早饭 我父亲就说 欢迎你们进来吧 就进来了 进来他就到北屋去看 看呢 这个当时其实是红卫兵的一种 就叫做工作方法吧 就是他们进你家里去的名义 是破四旧 但是实际上他要做的是 把你作为斗争对象 梁树明默默地看着那些古迹和书画 在瞬间画为碎形 直到智友习朝杰 生前用过的两本词典被爆出来时 他才情不自禁地出来劝阻 但词典还是没有保住 而他花费多年心血 撰写的书稿也被收缴 后来这些文稿 都让红卫兵给收起来 还好红卫兵没有把它收回 而是把它收起来 不让用不让动 所以后来分成两次发还给他 手稿是送还回来了 但是人心与人生的撰写 却没能持续下去 1973年底 披临披孔运动开始 接连不断地大大小小的会议 迫使梁树明再次停下比赖 当时对于批林 梁树明并不反对 但对于批孔 从内心而言 他无法认同 但是这一次 他选择了沉默 批孔啊 作为一个政治运动 你们去批取 是吧 作为一个政治运动 我不参加就是了 我不反对 你们搞的是政治嘛 并不是真正批判孔子嘛 对不对 那个时候呢 他们的学习小组长 已经请示过了 向上级请示过了 就是梁树明不肯批判孔子 怎么办 那么上级比赖的指示 就是说 随他自己了 已经私下里告诉他 你不想在会上发言 你可以不发言 然而这样的日子 也没能持续下去 因为一篇文章 他放弃了沉默 是因为在政协里 宣读了冯有兰的文章 说冯有兰赞成批孔 那么他觉得 这个情况下 他必须说话 这是梁树明 当时写给一位友人的信 在信中 他对朋友写了这样的话 我已拒不批孔 政治上受到孤立 但我的态度 使独立思考 和表里如一 无所畏惧 学者的立场应该是 以事实修实 孔子是什么就是什么 江青他们是搞政治人 你跟着他们跑什么 你应该坚持学者的立场 那么既然冯有兰已经坚持不住了 那就是我坚持了 就是这样一种形式下 他明明已经特批不发言了 而他还是发了 发就是因为冯有兰有那个动作 就这样 在一次批判会上 梁树明手拿一叠厚厚的讲稿 走上了主席台 此后 他成了重拾之地 当历时半年的批判快要结束时 主持人问他有何意见 81岁的梁树明 只说了一句话 三君可多帅 匹夫不可多治 他说 理性是必须 就是不能低头的 人最高的就是理性 理性就是一个最好的判断 对于他来说 就是坚持理性 理性这个东西 是脑袋都可以掉的 但是不能放弃 1984年 饱含着梁树明数十年心血的 《人心与人生》出版 第二年 他和冯有兰重聚 冯有兰把一本 带有自我反省意味的 《三松堂自序》送给了梁树明 梁树明也把自己的新作 回赠给了冯有兰 三年之后 梁树明安详地走 冯有兰至已晚年 勾悬决仪 百年尽粹 以发扬辱学为己任 停征念哲 一代直升 为同情农夫而直言 最后一件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